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g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时报文化出版的主编 郑珍先生你好 郑珍兄你好 你好 郑珍兄我们刚提到 其实台湾现在好像不仅失业力的问题 其实是一直困扰的 但是另外一个是困扰大家是 我们的整个薪资条件并不是非常的好 我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新闻 就是说175一直在谈 对啊 我们的薪水倒退路 倒退路 对啊 台湾主席处我记得好像在5月份 有公布了一个今年1到3月份的经常性的薪资 我记得主席处公布那个薪资 经常性薪资的数值是37,160元 但是你这个薪水 如果再扣掉一些物价上涨痛苦指数 扣一扣一扣 还要买房子啊 买不起啊 东扣西扣只是没多少钱 那更不用说我们根本 几乎很多产业都没有调新 近两三年几乎都没有调新 因为大家的确 你看08年还有风暴金融风暴的问题 几乎近两三年甚至五年都没有调新的 根据一些市场上的人力调查公司在做调查 好像有高达五成四的受访上班族 回答说他自己已经超过三年没有被调新 五成四过一半了 所以你看整个台湾的整个就业职场的环境 相对是非常艰困的 是啊那你还没有提到 这些还会随时裁员 还有五薪假 对对对对 你还不一定能领得到 你觉得微薄的薪水 所以说现在不调新已经算还不错了 只要不被裁员就算阿弥陀佛了 没过日子看不错了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事情要说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调查 有非常多的刚刚入社会的新鲜人 在面对他第一份工作职场的环境的时候 也高查超过五成以上的新鲜人 他们是有心理准备想要前往中国大陆工作的 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叫做什么 立足台湾 放眼 然后横跨大陆 然后放眼全世界 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竞争 你所有人才 你不去他就过来 像我们开放陆生 都还怕大陆的人才来台湾抢你的饭碗 没错啊 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或许后面再来谈说 其实人 就从人主动出去到政府的那种开放政策 其实这是一个同样一个问题 但是两个面 两个够面 好那我们先来谈谈说 既然有高达五成以上的年轻人 尤其是应届毕业生 他们事实上是想要前往中国大陆 但是您刚刚也提醒我们了 你说大陆跟我们同文同种吗 其实一点都不同文同种 他有太多太多 我们所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环境 他们自己的文化 社会生态 生活生态 其实造成的问题 好你来跟我们谈谈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 一般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 刚刚工作一两年或两三年的上班族 他想要吸进大陆 到底又该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他的机会点又在哪里呢 帮我们做分析一下 我觉得如果是社会新鲜要过去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当然是说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做 就是去那边念个书吧 你不管是说去那边念大学也好 或者是去读什么EMBA也好 我觉得去念个书了解那边的市场是很保险的 你说先去念书还是同时念书 先去念书 第二个就是说 第二个是说就是跟台上连结 比如说你周遭有亲朋好友或者是长辈 有人在那边做生意的话 那你就也许就跟着去了解一下那边的社会 先熟悉环境 这个手机环境再说嘛 但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 你如果想在大陆工作 最好是有买单程机票的准备 当然你不是你现在的环境 当然你随时都可以来回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有壮士断碗的决心 就是你不要想说 我去测水温啊 摸了四十过河啊 在那边做不好要回来工作啊 你刚才也提到说台湾的失业率很高啊 等到你去那边熟悉那边环境 因为那边的工作的方法 工作的生态都不一样 等到你回台湾以后 你发现第一个位置被卡了 第二个那边有的本事 回来还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所以鼓励大家就说 你要去就是把自己的潜能发挥 把那边该学的一些事物学好 本事学好 然后就跟那边的所谓的中国人 或者是跟全世界在那边 讨生活人一起竞争嘛 是 这样的话你才真的是会变成全球化的一个人才 好 才有办法跟人家竞争 至少你要有个 在心态上要有一个决心 要自死地于后生啊 对啊 断了自己的后路 过不成舟 对 对一定要这样 这是心态问题 但是如果在面对大陆那边的职场 在文化上面 或者是在工作的那个技巧或方向上面 又有什么需要被注意的关键没有 我们常常提到一个 就是说万法不坏人性 OK 因为那边我们刚刚讲说虽然我强调说是不同文不同种 那毕竟人都有他的一个共同性 他就说即使说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你他们会有那种比较一切向前看啊 比较势力啊 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可是你去那边反而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还是要广结善缘 对啊 你要了解说他们真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用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 然后去引领他们朝公司要发展的方向走 第二个就是说绝对避免介入公司的一个人事纠纷 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就是要搞那个斗争那一套 然后搞这个分化这一套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你长远要在那边经营 不管是经营的人卖也好 或者说在那边这个经营公司的业务也好 都需要通勤搭理了 了解他们的人的优缺点 了解他们那边的那个社会生态所产生的一些价值 然后运用我们这边这个在这边所受的一些文化的群套也好 或者所受的教育也好 所建立的社会价值也好 然后有办法跟他们相容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在那边求生存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去那边毕竟不了解那边的一个社会的潜规则 还有就是说我们不如这个路干 是他们的人脉关系会比我们好 不管是政治的或者是商业的关系都会比我们好 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补足我们这样的一个落点 就是不断的去广结善缘 然后了解那边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是什么 OK 那我们才可以在里面做事才可以得心应手 是 那对于一般人要前往中国大陆 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就是到底是一个人前往奋斗呢 还是应该西家贷券去扎根呢 对这样的问题您的看法是如何 我是觉得啦 就是你要看你要加入这个公司的一个属性 如果说你去是做业务的话 基本上现在很多人都是两岸 甚至两岸跟海外 所以是跑来跑去 我觉得你就可以兼顾这个家里的照顾 那如果说你是长期在那边做管理 或者是有关制造方面的顾问的话 那还是就先要决定说 你是要长期在那边居留 还是短期做顾问工作 因为毕竟有些工作不一定是 可以在那边长期扎根 甚至要配合你自己的年龄 你如果说你是接近退休了 你是在那边做几年 然后赚点老人年金 然后这时候就不需要居家签过去 那如果说是你要长期在那边扎根的话 那一定要跟家里取得沟通 然后看看适不适合过去 因为有时候你的配偶 或你的家人在这边有工作 你也不适合说举家签过去 那你这边的工作机会就失掉 所以要衡量自己的状况 对 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那其实这是对一般的上班族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前往中国大陆工作的话 其实有很多面向你要关注到的 那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到会来谈谈谈 到底我们的竞争差异又是在哪里 虽然说台湾过去在我们在整个制造业 或者是一些管理上面有一些它的独特之处 但是你刚才提醒了 台湾的成功经验跟模式 到了中国大陆真的管用吗 其实我们仔细看 其实过去台湾真的培养出不错的一些人才 尤其我们从过去的制造到后来的IT 到后来的一些餐饮服务业 我们台湾的中高阶的人才对于所谓的技术 专业技术或者是管理经营 或者是在一些所谓的创意上面 的确有它独到之处 但是这三项拿到中国大陆管用吗 您觉得 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比较一下 台湾经理人的一个竞争的优劣势 就是说以台湾经理人的优势来讲 我们因为我们过去在传统产业跟科技产业上 就是有一定的发展的一个历史 所以这方面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 都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另外就是台湾的经理人是比较勤奋踏实 比较守纪律的 这也是台商或者是路商 他们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特质 另外就是说现在 其实台湾经理人的薪资 比起香港日本新加坡 这些跨国企业的人才 其实我们的薪资相对低 就在这种劳动成本的优势上还是有的 另外就是说台湾经理人对工作的投入 相对的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的确很清楚 虽然我们不是不能跟大陆人比 可是跟其他世界各国人比 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前奋的 但是在弱势上就是说 因为现在东南亚这些国家 也都在经济上崛起了 很多的人才你是要跟他竞争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的国际视野 跟语言能力是比较不足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台湾过去 是以代工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那现在在中国大陆 其实它渐渐已经在转型了 然后很多的业别不断的发展出来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运用我们过去的经验 来那边立足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要自我提升的 思考的问题 其实台湾的经理人的确有他的优劣事 刚刚正真告诉我们 我们勤奋其实我们踏实 我们薪资稍微低于其他国际经理人 比较愿意被人家害了 而且的确我们过去台湾 有一些技术能力管理职能的养成 的确是不错的 还有很重要 其实台湾的经理人的抗压性蛮高的 好像我们的抗压性还不错 其实是我们优势 但是的确面对一个新的市场 还是有很多新的变数在那边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个书里面 我觉得那句话讲的蛮好的 如果当你要到一个新的领域去的时候 放下身段 归零开始 这倒是一句满中肯满贴切的话 没错 你要用全新的自己 进行复全新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用的是什么 我们过去的经验 跟我们的所谓的创意 还有我们的技术 但是那边是应该是完全人身地不熟的地方 很多很多我们的经验跟技术需要做一些转折的 就是说我们要熟悉说当地的文化 风俗习惯 还要了解他们人的特质 还有我们还有高度的机动性 因为你知道在那边开一个工厂 他们动不动钱的人都是以数以万计 不是像我们这边都是几百人就很了不起 然后他要做的业务的范围是全中国那么大 是三十几省 然后每一省的文化也都不一样 那你要有很强的一个沟通力 还有机动力 那你在长期在那边耕耘 然后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 那成功的机会是会比较大的 没错 OK 其实面对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他已经几乎是已经是第三大经济区块了 几乎是 你看其实欧美国家早就已经把他们的整个生产 或者是整个经济的重心 移往亚洲甚至聚焦在中国大陆了 面对那个市场的确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聊